垂直起降发动机在台湾的战斗机战略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台湾长期面临来自外部的军事压力 其中空中威胁尤为突出 因此拥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斗机 成为台湾空军战略部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首先垂直起降战斗机在机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展现了其独特的起降能力 这对于台湾空军来说至关重要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 台湾的机场数量有限 而垂直起降战斗机能够在较小的场地上进行起降 大大提升了台湾在紧急情况下维持空中防御的能力 与此同时 台湾的海上部署能力也是其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垂直起降战斗机能够在舰船上进行起降 为台湾海军舰队增添了强大的空中支持能力 考虑到台湾周边海域的复杂性 这种能力对于应对潜在威胁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海上部署能力 台湾还需要一种多功能的战斗机 能够执行包括空中优势战斗 对地攻击 反潜战 以及电子战在内的多种任务 而垂直起降战斗机通常具备多用途性 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战场需求 成为台湾空军理想的战斗装备 而谈及台湾的五代机研发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垂直起降发动机与实量发动机 F414发动机之间的选择 在这三折中 哪一种更适合台湾的五代机呢 是否应该更侧重于实量发动机的研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 美国和俄罗斯在战斗机领域的先进技术 美国的F22和俄罗斯的苏-57 以其出色的机动性和高超的飞行能力赢得了 飞行杂技之王的美誉 它们能够在空中展现出惊人的螺旋升空 落叶机动等高难度动作 这些动作在战场上往往能够扭转战局 同样的 当这些高难度动作出现在第五代战机上时 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具有更强的实战价值 因此对于台湾的五代机来说 是否你应该追求这样的机动性能呢 而在这个问题上 矢量发动机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 矢量发动机通过改变喷口方向 来实现战机的超机动性 使得战机在空战中更加灵活多变 韩国和日本已经在第五代隐身战斗机领域 取得了显著进展 而台湾作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之一 自然也不甘落后 据透露 台湾的第五代战机首架原型机 预计将在明年亮相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 这款战机将采用何种发动机 但根据市场趋势和技术成熟度来看 F414发动机成为了一个可能的选择 F414发动机作为一款成熟的发动机产品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多款战斗机上 其性能稳定可靠 虽然台湾也在积极研发自己的发动机技术 但考虑到时间紧迫和技术的复杂性 购买现成的发动机成为了一个更为实际的选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购买现成的发动机虽然能够缩短研发周期并降低风险 但也可能面临技术依赖和知识产权等问题 因此在选择发动机时 台湾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确保五代机的研发能够顺利进行并满足军事需求 本期视频的核心议题是 实量发动机究竟是什么 以及它对于台湾第五代战机的重要性 首先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实量发动机 实量发动机堪称战斗机的心脏 其独特之处在于能够改变喷气的方向 想象一下普通的发动机只能产生向后的推力 而实量发动机却能随心所欲地调整推力方向 这就好像赋予了战斗机更为灵活多变的身手 想象一下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飞行动作 如托马斯回旋 空中360度转弯等 它们的实现并非完全依赖于飞行员的技巧 而是得益于实量发动机的强大助力 简而言之 实量发动机让战斗机能够产生不同方向的推力 从而打破了传统飞机的操作限制 它为战斗机提供了短距离起降 翻滚 横滚等高难度动作的便利 极大的提升了战斗机的机动性能 在空中对抗中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因此 我们不能忽视实量发动机 在提升战斗机灵活性 和生存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回顾二战时期 军事基地的飞行跑道 常常成为敌方轰炸的目标 一旦跑道受损 战机就很难起飞 即使紧急修复也需要时间 但如果战机装备了实量发动机 这一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因为这种发动机 能够让战机在极短的距离内完成起飞 甚至在跑道受损的情况下 也能顺利升空 美国曾在F-15战机上 进行过推力实量试验 结果令人震惊 降落所需距离 从原来的2260米 缩短至420米 这意味着即使跑道遭到严重破坏 装备了实量发动机的战机 也能安全着陆 此外 实量发动机还能提高飞行员的生存机会 在失速状态下 传统战机的营角很难超过30度 但使用实量发动机后 即使营角达到60度甚至更大 飞行员也能轻松掌控战机 综上所述 实量发动机对于台湾第五代战机来说 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能提升战机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 还能在关键时刻确保飞行员的安全 因此 在研发台湾五代机时 实量发动机 无疑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选项 值得一提的是 实量发动机的应用 其实颇为广泛 其最早的实际应用 并非在战斗机 而是火箭和导弹上 没错 正是那些看似光秃秃 只有一个喷口的火箭和导弹 对于火箭来说 由于没有翅膀 要实现下落时的转向或变轨 只能依靠推力矢量控制技术 不过 火箭上的实量技术 相较于战斗机而言 其实现方式较为简单 火箭尾部通常装有四片小堕片 这些堕片在火箭工作时 深入高速排出的燃气中 通过调整堕片的角度 来改变火箭的飞行方向 实现转向控制 事实上 最早应用实量发动机技术的 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 德国B-2火箭 现在 虽然火箭和导弹的转向 和尾部机动变轨 依然依赖于推力矢量技术 但其方法已经有所发展 回到我们本期视频的主题 战斗机上的矢量发动机 矢量发动机的发展 经历了几个阶段 目前 美国和俄罗斯 处于技术领先的位置 战斗机使用推力矢量技术的 第一阶段 与火箭的方式相似 但在战斗机领域 被称为折流板 这一技术概念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 由德国提出 美国也曾秘密地 对F-15战机 进行了推力矢量试验 发现其能显著提高 战机的机动性能 因此 进入90年代初期 美国和德国 开始合作研发 他们在发动机的尾风口上 安装了三块碳纤维 复合材料堕面 研发出了能够改变 推力方向的验证机 X-31 并进行了试飞 试飞结果显示 X-31在失速情况下 仍能保持出色的机动性能 在1993年至1997年期间 美国进行了 X-31验证机 与F-18模拟空战实验 在实验中 当X-31部使用 推力矢量技术时 F-18在16次交战中 赢得了12次 但一旦X-31 启用推力矢量技术 情况发生了逆转 在66次交战中 X-31取得了64次胜利 几乎完胜对手 这一结果充分证明了 推力矢量技术 在战斗机中的应用价值 美国并未满足于 第一阶段的成果 他们迅速投入研发 第二代矢量发动机 俄罗斯也紧随其后 不甘示弱地 进行了技术研发 但选择了一条 与美国不同的道路 美国的矢量发动机 被称为二元矢量发动机 它只能向上或向下偏转 无法进行左右偏转 美国的F-22战斗机 所装备的F-119发动机喷口 是方形的 由四个平板为成 其中左右两个平板固定 上方两个平板 可以自由活动 只能进行抚养控制 而俄罗斯的多元矢量发动机 则采用了不同的设计 其发动机尾喷口 与发动机是球形缴接的 例如 AL-31F发动机的喷口 就采用了收连扩张式设计 内置了16个可调节片和密封片 这种设计使得俄罗斯的实量发动机 在机动性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尽管多元实量发动机 在机动性方面看似更强大 但在权衡各种因素后 我们还是会倾向于 选择美国的二元实量发动机 这是一位五代战机中 隐身能力被视为 其最为关键的特征之一 俄罗斯的速尸7 虽然因采用多元实量发动机 而拥有卓越的机动性 但这也牺牲了其隐身性能 因为多元实量发动机 无法有效遮挡喷口 从而影响了隐身效果 相对而言 美国的二元实量发动机 虽然只支持护养控制 但其已经足够满足需求 并且其设计允许涡液片 在一定程度上遮挡喷口 有效降低红外特征和飞机阻力 进而显著提升了隐身性能 俄罗斯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并尝试模仿美国的 二元实量发动机设计 意图对自家的苏-17进行技术升级 然而 由于多元实量发动机技术上的复杂性 俄罗斯很快发现 如果采用这种设计 战机尾部将增加大约一吨的重量 进而导致机头配重增加 整体重量增加两吨 这一结果 显然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 因此 他们依然坚持使用多元实量发动机 这也使得苏-57 在隐身性能方面一直表现不佳 而美国的F-22能够毫无顾虑地采用二元实量发动机 是因为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 不过 俄罗斯的情况有其特殊性 他们的战斗机往往体型庞大 火力强大 并且多数为改进型 虽然他们发布了一些新型战机 但整体构造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提升 难以达到F-22那样的精巧设计 除了多元实量发动机和二元实量发动机外 还有一种新型的实量发动机 有场推力实量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在结构上 与机械式推力实量喷管完全不同 它通过引入侧向次气流来影响主气流状态 进而改变和控制主气流的面积和方向 以实现推力实量的效果 这种设计简化了结构 减轻了飞机重量 降低了维护成本 目前美国和俄罗斯都在这一领域进行研发 至于台湾的五代机 是否需要添加实量发动机技术 实际上并不必要 因为在实际战斗中 实量发动机的作用 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显著 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机动动作 如落叶飘机动 赫布斯特机动等 虽然看起来很酷 但在实战中几乎没有太大用处 无论是实量发动机提供的超机动性 还是增强的战斗能力 更多时候只是用于表演 而非实战 俄罗斯在各大航展上 夸大具有超机动性的战机性能 甚至宣称 他们可以进行直角转弯 并摆脱追踪导弹 这更多的是 为了教授自家飞机而进行的宣传 事实上 如果战机在机动性上有所提升 但忽略了实际作战环境的需求 那么这种提升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实量发动机赋予战斗机的机动性 固然有其价值 但在现代空战中 它并非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现代空战对机动性的要求更加全面 涵盖了持续机动能力和顺时机动能力 或者通常被称作战斗机的敏捷性 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 战机对机动性的需求也随之改变 在过去 当空中格斗是常态时 实量发动机的顺时机动性 确实能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 在导弹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空战更多的依赖于导弹的精确打击和战机的持续机动能力 现代空战中 战机需要快速调整速度 高度和相对飞行角度 以迅速脱离敌方传感器的探测范围 或保持对敌机的有效监测 在之前的北约军演中 法国的阵风战机能够近距离观测到美国的F-22 但这并不意味着超机动性就具有绝对优势 事实上 这种近距离的观测 反而可能使阵风战机成为敌方导弹的目标 相比之下 F-22凭借其强大的持续机动能力 能够始终保持在敌方维达和其他传感器的探测边缘 使敌机难以锁定 俄罗斯所吹嘘的推力矢量技术在现代空战中的实际作用相对有限 尽管其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变飞机的机头指向 但在现代空战的交战距离通常超过40公里以下 这种超机动性并不能显著改变飞机的飞行轨迹 更无法躲避敌方维达和红外等探测设备的持续跟踪 即使在近距离空战中 双方交战距离也仅在3至5公里之间 而快速改变机头指向并使用机炮的战术并不常见 此时战机进入低速状态反而变得极为危险 在敌方伟达的监视下几乎成为静止不动的靶子 此外现代空空导弹通常采用激光进炸引信和连续感战斗部 其打击范围远超人们的想象 电影中导弹与战机擦肩而过的画面只是虚构 实际战斗中 这些导弹通常会在战机附近引爆 对其构成严重威胁 总的来说 矢量发动机虽能提高战斗机的顺时机动能力 但在现代和未来的空战中 其实际用途相对有限 真正能够发挥推力矢量作用的 是哪些配备新一代先进飞行控制系统的战斗机 如F-22和F-35 这些战机能够充分利用矢量发动机的优势 结合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 实现更高效的机动和打击能力 推力矢量在飞机机动中的作用 可以形象的比喻为 直接用手操控飞机模型 通过改变推力方向来调整飞行状态 然而 这种比喻与实际的飞行过程 存在显著差异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 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复杂立场作用 只要飞行角度稍有偏转 机体表面的气流就会随之改变 进而影响飞机所受的各种力 传统的飞行控制 即便采用了先进的数字电船飞行控制系统 也多是基于大量试飞数据的总结 而新一代飞行控制系统 则利用大量传感器 实时跟踪整个机体的受力情况 并通过实量推力发动机 来精准地补充舵面 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提供的力 以美军的F-22隐身战斗机为力 当它在超音速飞行时 可能会遇到重些后裔的情况 从而产生向上的力举 此时 若通过水平尾翼的偏转 来平衡这一力举 虽可行 但会增加飞行阻力 影响整体性能 而利用发动机的实量推力进行补偿 不仅不会增加阻力 还能通过一键操作迅速调整 保持飞机当前性能不受影响 这正是实量发动机 在现代战斗机中 真正发挥作用的体现 与其他控制面板结合使用 实时调整飞机受力情况 与俄罗斯吹嘘多年的实量推力技术相比 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 并非如想象般显著 事实上 像台风 阵风这样的现代战斗机 其气动布局已足够灵活 不需额外安装实量发动机 过高的机动性 不仅可能超出飞行员的承受能力 而且未必能显著提高作战效能 在现代导弹和雷达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 空战更多依赖于 谁先发现敌人 谁先发动攻击 而不仅仅是炫酷的机动动作 对于台湾的五代机而言 如果考虑 加装实量发动机 将涉及航电系统的深度改进 和结构设计的复杂化 这无疑会延长研发周期 而更重要的是 这一选择并不一定能够显著提升战斗力 除非得到美国的设计帮助或资料共享 但这显然不太现实 因此 台湾目前应专注于完善五代机的隐身功能 稳扎稳打 不必过分追求各种滑而不实的特性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进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火力哥 咱们下期再见